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国家GDP总值却达到了377.4亿美元 所以人均收入也非常高 远超于我们国内 多年来巴林一向和我国交好 双方之间展开的合作也非常多 巴林方面大量的资源出口到我们国内 实现了双赢的效果 修中国城送油田 虽然巴林人均收入很高 但也遇到过不少问题 而作为合作伙伴的我国 也是力所能及的帮忙 而巴林对此则是非常感激 主动在其国内修建了中国城 要知道巴林面积并不大 修建一个中国城其实并不容易 但巴林就是这么做了 除此之外 巴林在国内发现了一个800亿吨的大油田之后 也是主动找到了我国 并且把油田的开采权交给我们 这个行动可是让我们非常的暖心 我国虽然国土面积广大 但是在资源方面相对匮乏 特别是在石油天然气方面 每年都会大量的对外进口 而巴林把油田开采权交给了我们 无疑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对此我们非常感谢 这次中国没有错付 不管是巴林还是巴基斯坦 都接受过我国很多的援助 而对我国的帮助也非常感恩 巴林将油田开采权交给我们 而巴基斯坦则是把重要港口租借给我们 除此之外 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世界各地 而这也正是我国软实力的体现 和美国不同 美国喜欢抢着来 这些年为了获取资源 可是做了不少非人道事情 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 但是却也得罪了不少人 而我国则是顺着人类共同体的理念 积极加强与各国合作 在友好的合作基础上 从而达成更多的合作 这点是美国人理解不了 因为他们不懂 因为他们的敌运不足 美国的霸权在世界上得到的不是朋友 而是树立了更多的敌人 这点从中美近期的外交成果就能够看出来 从大方向来看 最近美国忙着拉拢北约的欧洲成员 不断向俄罗斯施压 多个会谈几乎毫无所获 美国的外交精力都放在稿市 而中国的外交忙着发展 新年一开始 中国外长王毅就接连出访非洲的 厄利特里亚 肯尼亚 科摩罗 提出非洲之脚和平构想 外界分析中国在非洲之脚有宏大计划 正一步步连通欧亚非大陆 随后还访问了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 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 在回国后 王毅外长又同时邀请阿联酋 沙特 巴林 阿曼 土耳其和伊朗 以及海河会秘书长访华 重要的是双方同意尽快完成中海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此外 中国接连和叙利亚 尼加拉瓜签署一带一路倡议 把大家凑在一起搞建设 这种外交战略是持久的 健康的 迎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从小方向来看 美国外交则显得更小家子气十足 不是忙着搅乱局势 就是抹黑指责他国 并对他国内政部表达关切 最近美国更是多次碰刺中国 手段也愈发低级 我这里举一些例子 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责中方 对美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负责人和有关成员进行无理制裁 还继续重复他们编造的谎言妄称 新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还在持续 支持那些为人权的基本自由的人 并与他们站在一起 美国几乎轰炸了大半个穆斯林世界 现在却关心起在新疆的维吾尔人 口口声声人权 自由 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压中国找借口 更何况是美国先动手的 先制裁中方官员并禁止新疆产品进口 他们先动手反倒还委屈上了 和他的上一任蓬佩奥类似 都是毫无道德底线 满口谎言的政治流氓而已 这套话术早就破产了 而美国操弄新疆议题 更是在冬奥会上大做文章 先是抵制然后发现没什么人根 自己又舔着脸申请官员入境签证 近日美国又开始了 美国国会急行政党局中国委员会 还致函国际奥委会表达担忧 因为和国际奥委会签订了 生产和合同的安塔 和横元祥使用的棉花来自新疆 担心冬奥会人员将穿着 被强迫劳动污染的服装 美国政客整天搞这些子虚无有的事 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了 既卑鄙又低利 更离谱的是在近日 美国交通运输部发言人批评中国 取消越来越多从美国到中国的航班的决定 还警告称美国将采取行动做出回应 美国对于自身疫情没点数吗 已经连续多日日增病例百万了 却要求中国增加美国到中国航班 无耻到这个地步也是没谁了 而在近日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一句话更是让美国扎心 白宫官员漏洞百出的话语 充分反映了美国教育的质量水平 谎言 反之 矛盾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的常态 也只有美国这样的国家 还沾沾自习把撒谎 欺骗 偷窃当成荣耀 可以说美国现在急剧衰落 冷战结束才30年光景 美国霸权衰弱的速度快到惊人 别看美国还拥有11个航母编队 全世界最多的战斗机 但美国扑的摊子也大 现在看起来美国到处张牙舞爪 但在局部区域已经处于颓势 当初那个可以在全世界同时打赢 2.5场战争的美国已经不存在了 正是因为如此 美国政客才无比焦虑地唯独中俄 但此时的中国完全不被美国的盲动所威慑 正如俄罗斯媒体所说 如今中国已经在搞人类命运共同体了 美国还在天下不无搞白色恐怖 相比于中国搞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断做大蛋糕 提升全球的经济水平 而美国还在搞天下不无那一套 这种冷战思维正在摧毁人类的家园 由于中国与埃塞俄比亚 索马里 俄利特利亚等国家都有友好合作关系 让美国分外眼红 为了维持自己的霸权 美国开始煽动叛乱 通过代理人的方式将这些地区搞乱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如今世界多国更愿意跟中国谈生意 对于美国则躲得远远的 但这种天下不无的方式 将会加速美国霸权的崩溃 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 其阵营主要是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自然是美国最核心的因果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五眼联盟 这五个国家是同气联制的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第二部分是欧盟 相比于五眼联盟 他们与美国更多的是利益关系 欧洲被美国渗透得跟筛子一样 欧洲各国政客必须按照这个舆论逻辑做事 但欧洲各国都是老列强 他们在新地里是瞧不起美国的 如果有一天能把美国踩在脚底下 他们绝对不会有半点迟疑 最后就是日韩 东南亚 东欧这些国家 别看他们挑的比欧洲还高 但他们就像是雇佣军 一旦美国不给糖吃了 马上就会变脸 我们的一带一路和RCEP刚好打到了美国痛楚 一带一路就是施放我们国内的产能 原本在国内搞几件的公司在国外引建基础设施 然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 满足我们的资源需求 RCEP也是一样 通过搞太平洋区域自贸区 让整个太平洋圈经济融入一体 在这个经济圈中 东南亚 越韩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囊括了进来 与RCEP相识得还有中欧贸易 现在匈牙利如此挺中国就是这个原因 再举一个立陶宛的例子 立陶宛可以挑衅中国 那是因为中国和立陶宛没有什么利益交集 我们不奢求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反对美国的号令 但东南亚和日韩会因为这个自贸区对美国阳奉阴危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抹黑我们的一带一路式扩张 我们只不过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如上面所说 想要世界经济发展 就要提升第三世界国家的消费水平 提升消费水平的前提就是提升他们的经济实力 但在美国看来 世界各国经济越发达 美国越不好管理 最终这个霸权就会崩溃 当霸权崩溃 无法获得足够的收益时 美国自身也会走向解体 美国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经济衰退造成的贫富分化严重 由于美国从工业国变成了金融国 这就导致少数经营控制了美国大量财富 而所谓的种族矛盾归根结底也是贫富分化问题 因为经济衰退让大量白人沦为底层 造成白人需要与黑人 拉丁裔抢夺工作岗位 而且到了2050年美国白人将会减少到30% 彻底变成少数族裔 共和党的边缘化会让其背后的资本愤怒 最终导致美国内部矛盾爆发 实体经济资本与金融资本会因为衰退发生冲突 苏联为什么会解体 因为苏联的存在已经成为精英集团敛财的阻碍 当另一个美国的存在已经成为美国海外派的阻碍时 分裂就会发生 这就是美国反动的本质 因为它的存在正在阻碍全人类走向幸福生活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有读到见解的朋友请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了